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古时中东地方的人在婚礼以前 新郎会有年轻的亲友做陪伴的人 和他一起饮酒欢乐 持续数日 有时候甚至一周 然后才启程前往迎娶新郎 那时候陪伴的人就要感到寂寞了 表示唯有与主同行的人 就是新郎的陪伴 可以常常享丰美的宴席 有主的同在 就有丰满的享受 如果没有主的同在 我们的灵里就会感到空虚寂寞 新郎要离开他们 这个离开 在原文含有被人用强力带走的意思 但日子将到 是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就快来临 新郎要离开他们 是指主离世归父的时候 他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了 对于那些等候主 等候新郎再来的人 禁食等候 是合一的操练 因为在这个末世 人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 照常吃喝嫁娶 即使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在北美这么丰裕的地区 禁食祷告 仍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禁食祷告 是初代教会 以及神所兴起的领袖人物的策略 保罗在每一间教会都禁食祷告 事实上 在新约的时代 要建立教会 这是唯一的途径 求主帮助我们 操练真实的禁食祷告 预备等候主的再来